红色轿车差一点撞上摊贩 急切闪避 S型行驶还是发生了意外 车辆翻落边坡 掉落两公尺深的香蕉原 摔得四轮朝天 车上两人被救出 还好只有轻微的擦错伤 没有大碍 意外发生在南投中辽 距离消防队两百公尺 两名伤者很快被救出 附近摊贩前 正在采买的民众差点被撞上 目击民众好纳闷 哪有人这样开车 当时50岁的廖姓男子开车 载着朋友 55岁的黄姓男子正要去工作 将士说刚打完针觉得头晕 朋友发现有状况 想换手开车的时候 他要停车又误采油门 他们是两个在水泥工地上班的朋友 因为工作都会肌肉酸痛 固定会来中疗这边某一家诊所打酸痛针 结果打完之后司机突然晕针 然后呢这个开车摇摇晃晃 酸痛针一般有止痛跟松弛两种 医师提醒 止痛针比较容易有过敏反应 需要观察10到20分钟 看看有没有皮肤痒 头晕等症状 松弛剂打完也最好先休息观察 如果是注射肌肉松弛镜的话 因为有部分的人在打完以后 会有头晕的状况 所以也会建议要休息大概10到20分钟 如果头晕的状况就不建议立刻开车 或是做一些危险性的动作 两名水泥工打完针要上工 头晕除车祸反落香蕉原 还好都没有大碍 TBS新闻陈家贵无数评南投报道